OK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我们商品谋划的首页列表页啊 还有呢 详情页 它的上方的通用的都有一个搜索商品的功能啊 就在这里面 我输入一个关键字的时候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草莓 那么这边呢 我一点击搜索 是不是有草莓的 包含这个草莓关键字的 是不是都应该搜索出来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你就自己去考虑一下啊 那比如说 我们如果让你自己去实现这个功能 那你可以怎么做 啊 我比如说啊 我们我们在这里面 输入这个草莓的时候 对吧 我们要查询呢 哎你 你的标题里面还有草莓的 你要给我搜索出来 然后同时 标题里面如果没有的话 你简介里面有的话 你也要给我搜索出来 那你想一下你在这里面 你自己实现的话 你怎么实现啊 草莓 比如我就搜索草莓 我搜索关键字就是这个 草莓 那我可以怎么做 哎 你从表里面搜出一句的时候 我们单纯的让你写一个色后语句 你可以怎么写 啊 模糊差语 对吧 select 行 from我们的 df goose sq 这张表 对吧 where 哎 那么名字包含这个草莓 或者是 哎 或者是我们的简介 包含这个草莓 我就可以呢 name 然后呢 like 对吧 然后呢 写上模糊差语 百分号里面写上一个草莓 哎 百分号 对吧 然后呢 其他情况 或者是这个简介 dnc like 哎 我们的这个草莓 啊 我们的这个草莓啊 在这里面包含它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一种 查询 对吧 这是我们使用like查询 哎 你如果单纯的让你自己来做的话 你就可以呢 去借助于我们的 like查询啊 去做这个功能 去做这个功能啊 但是啊 虽然它可以做 但是我们一般开发不用啊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在这个查询里面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like查询 它的这个效率呢 它是很低的啊 它是很低的啊 那你像 比如说我们 网站上面的这个百度 对吧 那么在百度里面呢 你搜索一个关键字之后啊 你搜索一个关键字之后 那么 你搜索一个东西的吧 哎 那么你点击搜索呢 只要包含那个东西的一些信息 哎 它是不是都给你列出来了 对吧 其实呢 在百度这边呢 它就有一个东西啊 它给你维护着 你的这个关键字 到底呢 对应着哪些 信息 只要你一搜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关键字 找到对应的信息呢 给你 哎 显示出来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一个 搜索引擎的概念啊 搜索引擎的概念 哎 就是我们的搜索引擎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搜索引擎 它呢 作用 它可以呢 哎 它可以啊 根据你表里面的某些字段啊 根据 可以哎 对你表中的啊 可以对表中的某些字段进行啊 对某些字段啊 进行关键词的分析啊 进行我们的 关键词啊 关键词 分析啊 关键词分析 然后建立 关键词的 索引表啊 建立关键词的索引数据啊 建立我们 哎 关键词 对应的 索引数据啊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我们草莓的这个简介 对吧 草莓 看一下它的简介啊 你比如说草莓的 草莓的简介 或者是葡萄的简介 我们的简介是这样写的啊 是这样写的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假如说大家简介的 我们这里面写一个东西啊 草莓的简介 哎 有一个叫道 很好吃的草莓啊 很好吃的 草莓 那么这样的话 搜索引擎 它干了什么意思呢 它呢 就可以呢 对你这个简介 进行一个分词的处理 什么叫做分词啊 就是把一些词语呢 作为一个词语 我就可以了 把它分析出来 你比如说啊 这个它分词的时候呢 我们假设啊 它把这个很 给你分解成一个词语 把这个好吃呢 分解成一个词语 然后把这个 得分解成一个词语 把这个草莓呢 再分解成一个词语 对吧 它呢 可以对你这个 某些字段的内容呢 进行一个关键词的分析 把它分解成 对应的关键词 然后分解成这个东西呢 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会建立这个关键词 对应表里面的哪些数据啊 你比如说 我们分析出来这个草莓之后 对吧 草莓这个关键词呢 有很多的商品里面 它可能是有的 它就会维护这么一个 索引的数据啊 你比如说草莓关键词 它可能对应我表里面的 这个IDV1的商品 它就记得SQID1 然后呢 再来一个SQ 还有其他的对应的商品 SQID2 然后呢 SQID5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呢 就是一个索引的数据啊 你只要一搜草莓 它就可以呢 找到对应的数据 然后把这些数据呢 给你做一个先的显示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索引的数据啊 那么关于这个索引呢 你还可以理解一点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去查这个字典啊 就你自己呢 你去查这个字典 那比如说现在呢 你某一个字 你不知道对吧 你查字典的话 那么一个很快的方式 你是不是先看目录 对吧 你在目录里面 你查到之后 你就可以呢 去找到对应的这个数据啊 但是假如说 你的这个字典 它的目录 没有目录 那么你要查一个字的话 你就需要呢 一页一页的往后 去翻啊 往后去翻 字典的目录 它就相当于我们这里面的 所以啊 所以的目的就是帮助你 很快的去找到一个 对应的数据啊 这就是我们搜索引擎做的事情啊 它呢 可以对你表里面的某些字段的内容 进行关键词的分析 然后建立关键词和表数据之间的 一个对应的关系啊 这样的话 你通过搜索引擎 搜索某一个关键词的时候 它就可以呢 通过这个搜索引擎找到对应的数据 直接把这个数据呢 给你做一个相应的显示啊 这是搜索引擎的作用啊 然后呢 除了这个搜索引擎之外 我们下面呢 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做我们 全文检索的框架啊 全文检索框架 那么什么叫全文检索框架呢 在这边还有一段 搜索引擎 它可以搜索数据 但是呢 用户 他要去使用这个搜索引擎的话啊 如果呢 不需 你不想去学这个搜索引擎 到底怎么去使用 那么你就可以呢 去借助于这个全文检索的框架啊 全文检索框架 那么他呢 可以帮助 可以帮助啊 这个用户 那么 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 使用搜索引擎啊 搜索引擎 OK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两个概念啊 一个呢 是搜索的引擎 搜索引擎呢 是搜索这个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全文检索框架呢 全文检索框架可以呢 去使用搜索引擎搜索数据啊 那么其实呢 哎 这里面你可以按照这里面来理解啊 就是在这里面 用户呢 要使用搜索引擎的时候 那么这边 对应着是我们的这个 客户端 也就是用户 然后这里面呢 再来一个东西呢 这里面是这个搜索的 引擎 好 那么 用户啊 这里面是用户 那么这边呢 是我们的这个搜索的引擎啊 搜索 引擎 好 搜索引擎的话 我们说他呢 就帮助你搜索表里面的数据 但是呢 用户要使用这个搜索引擎的话 你需要呢 再借助于中间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 叫做我们的全文检索的框架啊 那么这里面 就是他啊 直接是全文检索框架啊 那么用户在使用引擎的时候呢 其实呢 用户是通过我们的全文检索框架啊 通过我们的全文检索框架 你去使用它 然后呢 由我们的全文检索框架 最终再去使用具体的搜索引擎 帮助你去搜索表里面的数据啊 这就是他们三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一个关系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搜索引擎呢 它其实有很多种啊 在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讲义里面 注意啊 来看一下啊 找到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个课件啊 然后我们之前发的这么一个新的课件 看一下我们这个这里面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其实呢 有一个章节 有一个章节呢 就是我们的全文检索 那么关于这个全文检索的话啊 首先上来给你介绍呢 就是这个 在这里面啊 搜索引擎的概念啊 那么 然后呢 这个搜索引擎呢 其实分为这么几种啊 有很多种搜索引擎 我们在这里面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 护士搜索引擎 然后还有这个 solar也是搜索引擎 那么下班也是搜索引擎 还有这个 ES啊 也是这个搜索引擎 这么四种都是搜索引擎 那么搜索引擎作用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在这边说的啊 帮助你 对你表着呢 某些字段的内容呢 进行关键词分析 然后呢 建立这个索引的数据啊 这是搜索引擎的作用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全文检索的框架 在这里面 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 Hi Stack啊 就在这边全文检索框架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 HiStack啊 HiStack 它就是一个全文检索的框架啊 那么这个全文检索框架呢 它呢 支持这么几种搜索引擎 它支持的搜索引擎呢 就包括这个 这四种全文检索的搜索引擎 然后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谁呢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护士啊 那么护士呢 它是我们 纯Python编写的一个搜索引擎啊 但是虽然它纯Python编写的啊 它的性能啊 比不上这些ES下摆啊 这些东西啊 但是啊 它的这个包呢 比较 是比较稳定的啊 并且对于一般的一个网站来说 这个护士呢 它其实呢 已经足够的去使用了啊 那如果你还想使用其他的搜索引擎 那么你可以呢 去研究一下这个 ES啊 这个ES是加华里面写的一个 搜索引擎啊 搜索引擎 OK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配合这个护士 配合这个hashtag全监索框架 让它去使用我们的这个 护士引擎啊 让它去使用我们的护士引擎 啊 安全使用护士引擎啊 就是配合hashtag框架 使用护士引擎 帮助我们呢 去搜索这个数据啊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你了解一下这个搜索引擎 哎 它是干嘛的 然后呢 全监索框架是干嘛的啊 全监索框架 哎 它呢 就是通过它 哎 你可以使用很多种搜索引擎啊 进行一个相应的配置啊 就可以 对这个搜索引擎啊 字幕使用了解图 咖啡